我们迎来了新中国建国五周年的国庆节 国防部长彭德怀 在华北军区副司令员 阅兵从指挥杨成武的陪同下 检阅三军 彭德怀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 为了干方讨论 为了防御基本主义 将五国深深变强的困难 听话听了 为了防御都国的衍生 为了防御压州五十个的河边 我引领你们 四个多次 军党准备 加强军子 军子顺利 加强提振 他人一致 一道散发军营 求我 高利休息 首领军队的一切信件给你 将五行大作战的仪式 发芽革命 影响军营 不得命令 本首纪律 为本期 我把这么一个准死英雾的胜利 防征 要奋斗 整个人民干方众 往随 整个人民共和国 往随 我们胜利的 充实在 整个共产党 往随 整个人民的 威大人修 防沙灯 知识 防水 规范部长 很大 1954年的阅兵 充分展示着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时 我军以陆军为主 海军和空军为数不多 而这时的授越部队 已经体现出 我军正努力由单一兵种 向诸军兵种发展 并且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面对西方社会全面的封锁 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争取了许多朋友 在国庆典礼上 与中国建交的所有国家 都派来了官吏代表 与1949年相比 我军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 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历时63分钟的国庆阅兵 与开国大典相比 时间缩短了将近一半 但队列的整齐和武器的完备 更加显示了我军的威武雄壮